好了,我只是了解一下你们王爷的病情 没什么事,你们出去吧 王妃娘娘,若是你能够医好王爷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你一个小小的侍卫兼府医 能答应我什么条件 我可以劝王爷,给你自由 你爬到我的床上,然后再把我送回太师府 不,不是这样的 清暗的脸可疑的红了 上一次,是暑假该死 行了,我先医治苏婉 不然,你叫王爷一个不高兴 又要让我身败名列了 给我一套酒针,还有 照着你的医药箱的规格,给我也打造一个 把我房间旁边的耳房收拾一下 我要当做药房 她是医者,自然要有趁手的工具 清暗当然不会有异议 立即着手去安排了 奶娘送了饭过来 看到姜文文完好无损,才放了心几分 文姐,听说 周一娘和二小姐打了你 你没事吧 没事,江太师打应出银子赔偿了 奶娘,这几日 你清点一下我的嫁妆 绝对不能,这任何人都 这王府也是狼窝虎穴,不亦久留 得给自己打后路了 可病床上的楚玉清却挑了一下眉头 睁开眸子看向主仆二人 这是想携款前逃了 不过,楚玉清又不动声色地毙了眸子 继继续装睡 姜文文了解了情况之后 然后,坐在暗几前开始制定治疗方案 直到紫夜时分,才揉了揉有些红的眼睛 先试试这个吧 然后,宁谋看向床上昏睡的楚玉清 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 在我离开前,医好你的寒毒 怎么也算扯平了 楚玉清早就醒了 听到这话,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 姜文文制定好了方案 又失了一下楚玉清的脉 依然有些弱,而且乱 你这条命能捡回来,真的是奇迹 清暗走了进来 王妃娘娘,天色不早了 我来守着王爷吧 你家王爷之前,中过别的毒吗 没有,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王爷身边 王爷身上有什么伤,我都是知道的 你都知道 是啊,王爷的伤,都是我处理的 要如此说来,王爷已经被你看光光了 怪不得王爷不想娶我和姐姐呢 你胡说 清暗抬手指着姜文文,气得不清 这根本就是侮辱他们 清者自清,你急个什么劲 姜文文笑了一下 她不是楚玉清的对手 也只能作弄她身边的人出出气 当天夜里,清暗都不敢留在楚玉清的房间里照顾 只敢在隔壁听着动静 好在一夜无事 大小姐 奶娘送早饭来的时候,一脸的欲言又止 怎么了 姜文文一个人坐在餐厅 抬头看到清者推着轮椅过来 假装有人动过了 奶娘压低声音 一边说,一边看了看轮椅上的楚玉清 楚玉清自然听到了,轻轻咳了一声 可少了什么 没有 这才是奇怪之处 没事,那些东西尽快处理 这几日,我给王爷治病 正好拖住他 按计划进行 楚玉清一字不落 听得一清二楚 心底也有几分疑惑 动了却没拿走 这是何道理啊 还真让人想不通 王妃,粥和桂瓜糕 一个小花卷,紫米团子 再来一碟小菜 她在等着姜文文给她布菜 姜文文看着奶娘 奶娘,穿早饭 我们去逛街吧 我得做一身衣服 昨天那身衣服沾了血 洗不掉了 是 王妃娘娘 没有本王的允许 王妃不准出府半步 奶娘吓得一个机灵 是 王爷 奴才知罪 奶娘 你有什么罪 你没有罪的时候 不要乱人 姜文文 你要是不想死 就乖乖的待在王府里 杏哲 告诉她 昨天的刺客 是什么来头 望江楼的一等高手 他们接了 刺杀镇南王妃的任务 而且不论生死 尸体 都要带回望江楼 还有尸体 这是什么变态 你就是留在王府里面 都未必能够逃过一切 他们要的是你 尸体两个字 没有说出来 姜文文又愤慨了 真是过分 有尸体做肥料吗 是姜东说买的刺客吧 清哲开口 不是姜太师 雇主查不到 她也觉得挺奇怪的 请问文晴 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姜文文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干脆不想了 直接看向清哲 准备好了 就告诉苏婉 来我房间 有人要杀自己 的确得小心行事了 她要先给苏婉 尸针排毒 做个实验 不是她没有医德 而是苏婉身上的疑点太多 得弄明白 迟下来也一同过来了 她是不敢相信姜文文 毕竟这几天来 苏婉和姜文文之间的矛盾很多 甚至直接对上了 干娘 这里你就不要进来了 我帮王妃打下手 不必劳烦干娘了 有清暗灾就够了 我就在一旁看着 一定不打扰到你们 一边看向一旁轮椅上的郁青 王妃 干娘也是担心婉儿妹妹啊 要是不太信任我 大可以另找他人 这个迟下来和苏婉 被这王府上下给惯坏了 她姜文文可不会继续惯着 姜文文 池下来没想到她会如此 这是一点颜面都不留了 姜文文才不搭理她呢 看着清折 把送完带走 我不治了 一点求人的样子都没有 王妃息怒 民妇出去就失 楚玉青忙自己推着轮椅追了出去 干娘 文文是大夫 她自有道理的 玉青 我和婉儿 也打扰你这么多年了 没有道理一直赖在这里 等到婉儿的心机治好了 我们会搬回江南 干娘 文文是要给婉儿妹妹 清体内的寒毒的 文文脾气不好 上次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不敢给婉儿妹妹去医治心机的 什么 直下来一江 一张脸迅速变色 直接就冲进了姜文文的房间 苏婉用了麻沸伞 人沉沉睡了过去 把她的外衫拖了 姜文文吩咐清暗 只留中医就行了 这 是不太好吧 清暗的脸一红 后退了一步 这样对婉儿姑娘影响不好 医者面前没有男女之别 你还是神医 怎么觉悟这么差 姜文文没好气地说着 一边亲自动手 给苏婉除掉了外衫 见清暗又后退 很恼火 你不是来打下手的 我 我让清哲来吧 清暗一边说 一边叫转身出去 这看了不该看她 还得娶她呢 我可没兴趣 那声音里是满满的嫌疾 让姜文文非常的无语 竟然无法将人喊回来 清暗刚刚推开门 就见池夏兰匆匆而来 没了平日的温和 瞪着清暗 你们对婉儿做了什么 就要冲进房间里 让清暗有些莫名其妙 夫人 王妃娘娘 再给婉儿姑娘 医治寒毒 就凭她 这寒毒 连七神医都束手无策 要是婉儿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一边推开的清哲 十分的气恼 姜文自然也听到 外面的吵闹声 姜文文 你这是在拿婉儿失守吗 这寒毒世上无人能解 你却在这里逞能 甘娘 她可以的 雨晴 亏婉儿那么喜欢你 你怎么能如此待她 王妃若是能医好寒毒 为什么不给你医治 婉儿之前打过她 她已经是要弄死婉儿 甘娘 不要无理取闹了 王妃定能够医治好 婉儿妹妹的 我不信 池夏兰却十分坚持 会让婉儿随我离开 老女人 你就是来找茬的是吧 姜文文火了 既然你怀疑我 我是医治寒毒还是心急 有什么区别吗 还是婉儿姑娘 这寒毒有问题 不用你医治 我的确信不过你 是我听信了小人谗言 竟然信你会医书 池夏兰用身体撞了姜文文一下 大步向床边走去 姜文文没有防备 被撞得倒向了楚玉卿 而姜文文去世太快 所以有些收拾不住 直接将玉卿和轮椅也撞翻了 王爷 王妃娘娘 清哲大惊失色 动作慢了一步 就那样看着她家王爷 被王妃压在了身下 一时间场面有些失控 而池夏兰已经将苏婉扶了起来 直接离开 你准备就这样 趴在本王的身上吗 楚玉卿面色有些轻 姜文文看着她近在咫尺的帅脸 眯了一下眸子 心下也有些感叹 真帅啊 王妃娘娘 清哲和清暗已经一左一右 将姜文文扶了起来 姜文文捏着手里的银针 一脸的疑惑 看着重新坐回轮椅上的楚玉卿 王爷 我答应你的条件做到了 是池夏兰药方峰 不是她姜文文食言 我知道 楚玉卿的眸色有些沉 一时间看不出情绪来 她似乎在看着姜文文 又似乎没有看她 好了 既然苏安已经离开了 我这一边都准备好了一切 不如给王爷医治吧 王妃娘娘 你当真能够医好王爷 清暗再次问了一句 试试不就知道了 来 躺上去 反正 虎马的死马医呗 医不好 你家王爷也没有损失 清哲想发火 却被清暗拦了下来 然后主动打下手 亲自上前将楚玉卿的外衫 拖了下来 火房还有麻沸散 我去端来 楚玉卿的眸色极澈 深深地看着姜文文 她肩膀上的剑伤还没有结痂 后背是昨天新添的 不过 这两处伤口都处理得极好 她觉得自己是可以相信她的 姜文文用银针打通了 楚玉卿的经脉 再湿针将封在心脉处的寒毒 一针一针引出来 银针拔出来的时候 都是黑色的血 不断地湿针拔针 一盆盆的黑色血水倒出去 直到中午时分 姜文文才收了针 虚出一口气来 好了 说得云淡风轻 与此同时 一个老者闯了进来 你真的也好了王爷的寒毒 老者轻着脸 一脸的疑惑 一边上前开始给楚玉卿好脉 这可不是普通的寒毒 老夫耗尽了几年的心血 才将这毒给封印出 要是你引导失误 直接就能要了王爷的命 你一个小女娃娃 有什么样的修为 这样胆大 王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有十条命也赔不 起字没等说出口 老者的面色就变了 先是迟疑 然后是镇静 再然后松开楚玉卿的手 转过身来 直直地看着姜文文 而此时姜文文已经洗过手 开始吃桌子上的糕点 那样子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一般 至于老者说什么 他一个字都没听 你 你 轻暗也急了 师父 到底怎么了 王爷他 完了完了 他刚刚应该拦着王妃的 怪不得池夏兰说什么 也不肯让他医治苏婉 一边扑到床边 莫名 是属下害了你 属下罪该万死啊 说什么呢 你比我这个老家伙还糊涂呢 老者摆了一眼轻暗 然后走到了姜文文面前 直接跪了下去 沈亿 你缺徒弟吗 这一跪 让所有人都僵住了 姜文文倒是十分的淡定 不欠 沈亿通诺一下 多我一个不多的 我有底子 一学就会 不会让师父 多费心的 少你一个也不少啊 王爷已经无碍了 论你的问题 你们看着办吧 王妃娘娘 老朽 有眼不识泰山 刚刚冒犯了 只要你肯守我为徒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清哲和清暗互相对视一眼 一脸的惊骇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什么都愿意 愿意 愿意 而对于这个老者 姜文文也大概猜到了身份 我手里有一批字画古王 你找找门路 帮我卖了吧 只能赚 不能亏 好好 师父请放心 徒儿 一定要师父稳赚 奇景笑出一脸的褶子 答应得十分痛快 师父 清暗苦着脸 心里不是滋味 他今后得管姜文文叫师祖了 这是什么事啊 朕南亡何在 这时 门外一个公压嗓子的男人走了过来 陛下 选朕南亡和王妃进宫 姜文文的心沉了一下 这宫里的旨意到的真是及时 他刚刚一毫处一清 皇上就要见他们 看来 消息已经走漏了 师父 徒儿陪你一起 奇景宁眉 他当然知道皇上宣臣子进宫 多半没什么好事 特别是皇上一直忌惮楚于卿 明里暗里一直都想卸掉他的兵权 削弱他的势力 姜文文打量了一下奇景 这人身份特殊 跟着一起应该能让秦帝收敛一些 姜文文在楚于卿的额头刺了一针 他当即就醒了过来 看到奇景时十分恭敬的见礼 奇神仪来了 本王有失远行 请神仪见谅 哪知奇景根本就不搭理他 只是随在姜文文身后 师父 我的马车在外面 你就坐我的马车吧 让楚于卿都懵了 一脸疑惑的看向青岸和青哲 奇神仪拜王妃娘娘为师了 楚于卿抬眸看向姜文文和奇景 然后笑了 奇神仪果真是有眼光啊 能让奇景佩服的人 这世上也只有姜文文吧 之前因为体内有寒毒 身上总感觉负重千金 死时却是十分的轻松 前所未有的自在 也猜到自己体内的寒毒清除了 她是一个内敛的人 并不像奇景那般激动 却还是开口说道 多谢爱妃 只是口头谢谢吗 姜文文这是在报昨日的挡箭救命之恩 本是不想图回报的 可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 那爱妃想要什么呢 一边对着清哲和清爱使了一个眼色 两人合力将奇景给拽了下去 不如今天夜里 爱妃扳回落宣院 可以让爱妃实际测试一下 本王的肾好不好 楚于卿看着姜文文一双清明的毛子 一脸笑意的说着 滚 姜文文给了她一个字 红着脸离开了 楚于卿没有再坐轮椅 她觉得没必要再装下去了 没了寒毒 她更是所向披靡 爱卿的腿竟然好了 那是自然 我师父亲手医治的 齐景仰着头吹嘘起姜文文来 十分的卖力 齐景 你师父不是早就死了吗 你师父才死了呢 我师父正值青春年华 定能长命百岁 姜文文带了一方面纱在脸上 此时与楚于卿并肩站着 不卑不亢 秦帝再不能接受 也相信了眼前的事实 这个江家从庄子接回来的土豹子 医好了楚于卿的双腿 而且还成了齐景这个老东西的师父 这个事实有些难以接受 他特别后悔下旨赐婚了 本是想着让江东书放在庄子上 气掉的女儿嫁给楚于卿 可以避免他去朝中重臣之女 不想竟然赐了一个神医给他 爱情真是好福气啊 王妃议好了镇南王 朕得好好谢谢你 你说说看想要什么呀 臣妾要什么 皇上就给什么吗 嗯 精口欲言 臣妇可不可以请求陛下降旨 免去臣妇为王爷殉葬之礼 一时间大殿里真落可闻 最震惊的自然是秦帝 老脸有些黑青 半傻才艰难的看向了楚于卿 真难忘 楚于卿很快就恢复了情绪 瞇了瞇毛子 其实江文文会如此说 她倒是没有意外 这个丫头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 如此卖力的医治她 原来是怕殉葬呢 啊 什么殉葬 谁敢让我师父殉葬 这个是组织 也不是朕说改就能改变的 陛下太谦虚了 历代以来的千古一帝 可不都是征绩突出 而是推陈出先 其实用活人殉葬 是最为很多 最闷人性的制度 如果是明君 定不会如此 只有昏君 才会如此草菅人命 你 你这是说 朕是昏君了 我可没说 我只是说 昏君才会用活人殉葬 陛下要对好如做 他可是没有客气 厨于清 你是怎么搞的 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 是江太师教导的好 江文文这性子 他都不敢惹 真是惹不起 秦帝又坐回了椅子上 脸色震清震白 怎么也缓不过情绪来 这殉葬制度几百年 到他这里就无缘无故的取了 根本就说不过去啊 你把他修了 臣不敢 你这是什么道理 让镇南王修了我师父 这样吧 让我师父修了镇南王 朕同意 秦帝举双手赞成 这样就不能取消殉葬制度 本王不同意 楚玉清一张脸黑如锅底 语气很坚决 他可是堂堂的镇南王 被修是什么鬼 江文文看了一眼奇景 此时此刻 他觉得这个徒弟还不错 挺有脑子呢 可是 楚玉清不同意是什么情况啊 陛下招传来 所为何事 楚玉清看江文文满脸算计的样子 觉得还是速速出宫为好 本来 朕是想与你商议 商周之事 该派什么人去的 既然你的腿已经恢复 那就由你亲自去吧 你一半事 朕放心 前帝上上下下 打量了楚玉清半晌 又看向奇景 你确定 镇南王体内的寒毒 彻底清除了吗 顿了一下 又说道 朕觉得 应该让张太医 好好地来为镇南王检查一番 陛下是不相信奇茂人吗 朕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朕只是 不敢相信镇南王妃会医术啊 你懂什么 他可是我师父 活死人肉白骨 妙手回春 好好好 朕信 信 朕相信你 其身也 扬州那边刚送来一批荔枝 正新鲜着呢 你带着镇南王妃去品尝吧 朕与镇南王要商议一下伤州之事 听说有新鲜的荔枝 江文的眼睛都亮了 转身就走 请公共隐落 对于心脏之事还不能说服秦帝 只能慢慢来 眼下他要做的就是保证 楚玉清活着 别死了就行 爱卿 坐吧 秦帝正了正脸色 抬手拍了一下楚玉清 左边的肩膀 用上了内力 楚玉清的面色微微泛白 身形晃了晃 然后才开口 臣坐了几年的轮椅 内力大退 秦帝宁眉 就那样看着楚玉清的肩膀 爱卿受苦了呀 楚玉清没有接话 他自然知道这几年来秦帝的所作所为 他在新婚夜冒险进宫刺杀皇帝 却失了手 自己还中了一箭 倒也查探出了 秦帝身边有十几个暗卫 个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见楚玉清不接话 秦帝有些善善的笑了一下 最近上周来了一批不明身份的人 行计十分可疑 你先去调查一番 不要打草惊蛇 朕随后会派太子前往 协助你一同处理 楚玉清点了点头 臣知道了 他这腿好的真是时候 姜文和齐景吃了大半荔枝 才满意的离开 秦帝虽然心疼 也得忍着呀 回去收拾一下 明日启程去商周 我不去 姜文文却直接拒绝 她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齐景说明天带朋友来买她的字画 当然不能错过呀 据说 齐神医这个人 很喜欢收藏字画 古玩 而且从来不会付银子 这话让姜文文僵了一下 王爷的寒度还没有精筑干净 我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明日就随你一起去商周 一路上还能照顾王爷 姜文文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她的那些嫁妆里面好多字画古玩 都是价值连城 她可不想随随便便就送人 她可是很在意银子的 楚玉清嘴角的笑意就深了几分 她倒是抓到了姜文文一个缺点 就是爱财 一回到王府 苏婉就来到洛轩院 玉天哥哥 听说你要去商周 婉儿也想去找找见识 看到苏婉就想到莫名其妙的池夏兰 真是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池夏兰为什么要阻止医治苏婉 婉儿这次去商周会有危险 你不能去 可王妃能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 她 你和她不一样 玉清哥哥 你就带着婉儿一起吧 婉儿一定不会乱跑 一定听话 我要照顾玉清哥哥 婉儿乖 婉儿不乖 婉儿就要去 你不让我去 我就去找娘亲 苏婉是个撒扑高手 从小到大都是如此 她知道楚玉清欠他们苏家的 她提再过分的要求 她都会毫不犹豫的答应 既然你一心要去 就去收拾东西吧 我去和干娘招呼一声 楚玉清拧不过她的缠绕 只能无奈地应下来 然后楚玉清就站了起来 向门边走去 这时 苏婉却实话了一半 玉清哥哥 你的腿 你的腿好了 声音极高 隔壁收拾东西的江文文 就扯了扯嘴角 这是没见识的蠢货 奶娘一脸地担心 文姐 上周那地方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你可一定要跟好王爷 不能一个人乱走 放心吧奶娘 我心里有事 江文文点头 一脸的不痛快 不知道楚玉清 又憋着什么坏心眼呢 他与我本就想看两眼 居然要带着我一起走 想到殉葬之事 一口老血堵在心口处 对了 我走以后 你不要盯着嫁妆了 离芬芳院的人远点 奶娘不明所以 却用力地点头 玉清一路从洛轩院 走到了芬芳院 苏婉就像花蝴蝶一样跟在左右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楚玉清的双腿 确确实实恢复如初了 远远的 站在院子里的池夏兰 看到楚玉清时 谋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想问问这个贱人 竟然真的抑好了他 面上带着深深的沙蚁 玉清 希望你能照顾好婉儿 甘娘放心 我定会将婉儿妹妹 平安带回来的 你体内的寒毒 已经清除干净了吗 这王妃真是华佗在世 我早上说了不该说的话 希望她不要记恨我 实在是 当年齐神医都对这寒毒束手无策 还一再嘱咐 不能胡乱医治 否则必死无疑 玉清知道 姜文文那边怎么样 甘娘不用在乎 只不过是一颗棋子罢了 这话听到苏婉的耳朵里 最动听不过了 而玉清这话表明的不在意姜文文 所以苏婉的眼底燃起了希望 这一次去商周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天还没亮 姜文文就被楚于清从被子里拎了出来 直接丢进马车里 苏婉倒是很有毅力 早早的就收拾好了 自顾自的坐进了马车里 看到姜文文时一脸的嫌弃 玉清哥哥 他不想去就算了吧 爱手爱脚的 他是我的王妃 自然要夫妇一提 我去哪里 他就得去哪里 夫妇一提两个字 真一样扎进了苏婉的心里 玉清哥哥 奇景看到苏婉时 面色就难看了几分 他怎么也跟来了 伤中那种地方 你带一个累赘做什么 那样子是十分的嫌弃苏婉 而苏婉明显的有些怕奇景 不敢反驳一脸的委屈 就知道哭 遇到歹徒 哭悠悠吗 苏婉的泪水一下子就没了下来 一串接着一串 哭得无声无息 七神医 让文文好好睡一觉吧 不要吵醒她了 这句话果然有用 奇景再也没有开口说话 她当然不能吵到师父睡觉啊 将文文直接睡到了日上三竿 才悠悠转醒 奇景 你怎么也来了 当然是路上好好照顾师父了 商周那地方乱得很 我不放心呢 土耳乖 玉清啊 前面有个阵子 停一下 先让师父洗漱用餐吧 奇景大献殷勤 她是真的佩服江文文的医术 打心底的佩服 一家医馆里 江文文洗漱了一番 饱饱的吃了一顿午饭 汗是心满意足 楚玉清的面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她知道自己定是没有这样的待遇的 这是拖了江文文的腹 接下来的一路上 一行人走走停停 只要有骑士门下的医馆 都会停下用餐 江文文每日都会给 楚玉清背后的剑伤换药 奇景每次都会认真地观看 清哲经常会凑过来 现在让她喊江文文祖宗 她都愿意 不管过去如何 江文文一好楚玉清就够了 不过 清暗却真的喊江文文祖宗 这一点让她很不爽 有一个不靠谱的师父 真是悲哀啊 你这肩宝 什么时候被中击过 江文文会顺手检查 楚玉清肩膀上的伤口 当然检查伤口时 会避开奇景和苏碗 这一出伤口绝对得保密 楚玉清眯了眯眸子 进宫那日 我与当今圣少 有不共戴天之仇 江文文缠绷带的手并没有停 表情始终没变 仿佛什么也没听到一般 当初玉家上下千余口 全部被斩首示众 楚玉清不管江文文在不在听 只是自顾自的说着 连宝墙中的婴儿都没有被放过 玉家的小儿子却活了下来 因为玉将军的部下 用他的儿子换下玉家的小儿子 楚玉清叹息一声 所以玉家欠苏家的 江文文还是有些触动 这玉将军的部下 能做到这一步可见其的忠心 可如此来看 玉将军定也不会是十恶不赦之人 不然也带不出这样忠心的部下 你是想让我对你的小情人好点 不用 是我欠他的 你不欠 商周的确混乱 不过有七老神一在 那里的人还是会给些薄面的 这时江文文也终于明白 楚玉清之所以坚持让他一同来商周 目标是奇景 真是好心机 好心机啊 我们合理吧 你知道了太多的秘密 你觉得能活着离开吗 我刚才什么也没听到 你为了让我救你的小情人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这个楚玉清真是可怕 到处都是套路 合理 想都别想 休期也不可能 你说 要是奇景知道 你在利用他 会如何 没关系 有情案的 之前你双腿的秘密 奇景是不知道吧 那又如何 你要知道 这一件事说出去之后 陛下定会怀疑我的用心 若是查到刺客之时 你身门本王的王妃 都得一同被处死的 说到底 就是吃定江文了 要生一起生 要死 一起死 你的小情人一样被处死 他不是本王的情人 他只是本王的妹妹 救命恩人的后人 楚玉清已经将衣衫穿好 捏了捏袖口和衣衫 又整理了衣领 说得一本正经 说得比唱得多好听 要不是为了你的小情人 你会不择手段 百般强留我在王府 你已经被他医治过了 之后 本王绝对不会 再强求你为他医治心急 他这番话说得极其的认真 仿佛再给江文文一个承诺 直到楚玉清摔门出去 江文文才反应过来 因为齐景很烦苏婉 根本就不给他好脸色 他也不敢作词 一路上都是乖乖的 义清哥哥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商周 多久未定 看心情 坚持不住就远路返回吧 齐景坐在那里 没好气的说着 王儿妹妹 有什么事吗 这一次来商周 时间充沛 不必赶路的 我 我那个房间 在最南边 我有些怕 这一路上 他几次暗里 对江文文动手脚 都被齐景给破坏了 他恨透了 这个老不死的 清哲和清暗 在你的房间隔壁 他们会保护好你的 我要玉清哥哥 江文文走下来 就听到这样 劲爆的一句话 咳了好一阵 王儿妹妹 你要玉清哥哥做什么 语气里带着嘲讽 然后走下来 抬手就挽住了 玉清的手臂 瞪着苏婉 你要什么呀 魏诸葛的姑娘家 怎么这么恬不知识 当着这么多人 就说要男人 而且还是要别人的男人 要不要脸 一句话 说得苏婉小脸通红 能滴出血来 连楚玉清都有些受不住 你 你不要脸 苏婉的泪水 一下子就滴得下来 一边抬手捂着脸 撞了江文文一下 快速跑向楼梯 江文文才没有半点的愧疚感 他觉得 苏婉这表里表气的毛病 得治一治了 他今天就好心的帮忙治一治 见苏婉离开 江文文便松开了 楚玉清的手臂 自顾自的 向奇景的桌前走去 他本以为 楚玉清会追上去的 不料 他刚坐下 楚玉清也坐到了一旁 你不去安慰安慰 你的婉儿妹妹吗 其实 我这也是给你们 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啊 我骂了他 他受了委屈 你刚好去安慰他 多么名正言顺 江文文侧头看向 楚玉清 十分的意外 哎 王爷今天的仁耐力 这么好 本王的耐力 一直都很好 你是他嫂嫂 教训他天经第一 就是下次 要注意一下措辞 他能不能承受不重要 但是 会影响你的形象呢 这话说的江文文有先蒙 甚至没有接住 这楚玉清是变了性了吗 刚刚坏药的时候 还很硬气呢 转变得还真是快 说着话 江文文却凝了一下眉头 你的脸色 怎么这么难看 怎么了 楚玉清也发现了异常 江文文正握着筷子的手 也僵了一下 因为这时 他发现自己的手 只有些僵硬 不听指挥了 他是医生 此时觉得不对劲 忙掀开了自己的衣袖 一条手臂 都已经成了黑色 不好 中毒了 奇景面色一沉 丢下手中的碗筷 抬手在江文文的肩膀上 点了几下 不让毒素扩散 楚玉清的面色 别提多难看了 奇神医 你有办法移植王妃吗 可能 这条手臂保不住了 这毒 太霸道了 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江文文惨叫一声 不可能 没有手臂 不如让我死了 没事 本王当你的手臂 奇景 给我取几样药材 要快 紫帘 出钱紫 他一边说话 一边伸出左手 取出了银针 快速在手臂上湿针 同时挑破了一处皮肤 皮肤挑开后 竟然没有血 因为血已经凝住了 在奇景看来 这条手臂 一定是保不住了 楚玉清看着江文文 谋色有些复杂 你还需要什么 本王让人去买来 你只要上楼 从你的小情人 那要解药就够了 楚玉清的面色一沉 深深看了江文文一眼 然后才转身上楼 这时的苏婉 正站在房间里掐着时间 脸上哪里 还有半点的悲伤 这一路上 她几次要给江文文下毒 都没能成功 一直让她很是懊恼 不过今天 终于有了机会 今天过后 她必死无疑 楚玉清推开门 就看到了阴森恐怖的苏婉 虽然早就知道 她是蛇蝎 可平时在她面前 伪装得太好了 总是一副 柔柔弱弱的样子 此时见到这样的苏婉 还是僵了一下 苏婉的表情僵在那里 怎么也没想到 楚玉清会进来 玉清哥哥 苏婉很快换了一副面孔 十分温柔地说着 声音都能滴出水来 我 王妃她太过分了 我可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解药 玉清哥哥 怎么了 什么解药 你是不是被王妃给气糊涂了 婉儿 交出解药 我还当你是我的妹妹 我不知道 玉清哥哥在说什么 你不肯交出来 那我只能动手了 玉清哥哥 你要想清楚 你动了我 就得娶我 其实 姑娘当时会阻止我们 也是因为你中了寒毒 现在你体内的寒毒已经解了 她一定不会再阻止我们在一起了 玉清哥哥 你休了将文文那个臭八怪吧 我不会在意你与她的 我们重新开始 这也是她的真心话 我在意 楚玉清的面上带着森冷的寒意 婉儿妹妹 我欠你们苏家的 我愿意用命来偿还 可你若是伤了王妃 我也会让你偿命的 玉清哥哥 你在说什么 婉儿妹妹 我不想再说一遍 楚玉清的额头轻轻突起 可见十分的气氛 玉清哥哥 你为了那个臭八怪 与我翻脸 你是疯了吗 你是开始在意她了吗 她一个削下来的土包子 知道你这样做吗 你看到她脸上的疤痕 不觉得恶心吗 玉清哥哥 我不漂亮吗 我愿意嫁给你了 你为什么不开心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姜文文走进来 大声骂道 她一上来就听到了苏婉的话 险些恶心坏了 根本就不管太多 上前一步抬手就抓了苏婉的衣领 一边撕开她的衣袖 抖出了一堆的东西来 你做什么 姜文文才不管那么多 顺手将她扔了出去 直接砸在了房子中间的桌子上 姜文文把人扔出去之后 直接蹲下来找解药 她也怪自己太大意了 竟然着了苏婉这个蠢货的道 苏婉终于维持不住形象 失声痛哭 玉清哥哥 你竟然由着这个贱女人打我 亏我这么喜欢你 姜文文找了半赏 没有找到解药 闭嘴 再哭 把舌头给你拔了 解药 我没有解药 没有解药 就去死吧 姜文文弯下腰 拎起苏婉就到了窗边 你觉得 凭我现在镇南王妃的身份 杀了你 会有人追究吗 苏婉吓坏了 求救地看向楚玉清 玉清哥哥 救我 救我 楚玉清却不为所动 只是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 让苏婉也绝望 玉清哥哥 你不管我了吗 姜文文没去看玉清 这个女人害得她险些 湿一条手臂 她当然不会手软 此时此刻已经将苏婉的半个身体 都推到了窗边了 只要一松手 苏婉就会大头朝下的栽下去 不死也残 我给 我给 苏婉吓坏了 她知道姜文文就是一个可怕的疯子 在我 在我腰间 我 我拿给你 你放下来 姜文文扯了扯顺手将她扔回了房间里 这一次 苏婉却没敢再耍手段 直接将解药 递给了姜文文 然后 又可怜楚楚地看了一眼玉清 玉清与奇景 并肩站在一处 她的神色有些复杂 可这一次 她倒是没有站在苏婉这边 连清哲和清暗都很意外 姜文文扶了解药 又用银针封住了自己的几处穴道 下次一定要你的命 听到姜文文的话 色索了一下 她现在的确不敢惹姜文文 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 婉儿 我让清暗送你回皇城 楚玉清终于开了口 苏婉却用力摇头 我不会 清暗安排一下 立即送婉儿回府 告诉干娘 这边的事情办完了 我自会回去请罪 我不会 我不要回去 玉清哥哥 我以后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楚玉清没有理她 而是看着姜文文 王妃觉得怎么样了 不是了 若是她的手臂受到一点的损害 她今天一定会费了苏婉的两条手臂 好了 我送你回房休息吧 放心吧 以后不会了 清暗请了两个婆子 将苏婉绑上了马车 一路回了皇城 姜文文一行人也在几天后 到了商周 楚玉清和姜文文扮作小夫妻 骑警扮作老太爷 清哲扮作下人 与车夫一行五人 住进了城中最繁华的一条街上的客栈 这样的组合在这里 根本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你这个疤是划的吗 从庄子后面的山顶上跌了下去 当时是和庄户一起割草 手里都拿了刀 我的脸被她的刀子不小心划到了 姜文文说得云淡风轻 那时候你应该很小的吧 楚玉清觉得这道疤痕应该有很多年了 六岁 七岁吧 记不清了 楚玉清谋色变了变 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 应该是五岁吧 你还真是什么都能忘记 怎么不好好地问问奶娘呢 姜文文凝了一下眉头 这话怎么听都不对劲 你忘记的事情 奶娘一定记得住的 楚玉清咪了咪毛子 意有所指地说着 让姜文文多了几分防备 那么小的孩子 怎么能记住那么多事情啊 这楚玉清是有一找茬吧 那个窗户还在吗 随后楚玉清又问了一句 在 姜文文仔细想了一下 不在了 要是还在 圆珠可能早就没命了 还能活着她穿越 楚玉清叹息了一声 不过 我也记不住五岁的时候 发生过什么了 眉眼间染了一层落寞 这样的楚玉清 让人忍不住心疼 再想到她身边背着的仇恨 姜文文竟然有些心疼 是 石下兰 京里浮阳长大的吗 不是 我是在军中长大的 那 姜文文有些意外 十三岁的时候 我在军中立了功 成了百夫长 才去见了干鸟 楚玉清倒是没有隐瞒 那时候我还姓苏 苏家的孩子替代了他 他自然得姓苏 后来怎么改回楚了 不怕有人查到吗 是老将军改的 他姓楚 无人会怀疑的 不过 我觉得皇上怀疑你了 是的 没关系 总会有机会的 两个人在街上走了几圈 了解了大致的情况 与之前的探子接了头 那些人 也是商人打扮 这几天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不过 对方来了很多人 前前后后 有几百人 梁朝和天耀的人 都到了吗 都到了 这时 楚玉清看向江文文 明天 去北街转一转吧 北街有什么 江文文倒是 很有兴趣的样子 一双大眼睛 闪着光芒 有赌方 酒庄 秦楼 橱管 楚玉清不知道 从哪里 变出一把扇子来 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 配上他出色的外表 和挺拔的身姿 真的能让人疯狂 让江文文看得 又有些吃 本来还想着 何离逃走的 可每次 他用美人计的时候 他就想着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豁出去了 眼下 他就想豁出去 你体内的寒毒 刚清楚不久 可能去秦楼除馆 还无法正常发昏 你的思想 有些龌龊呀 楚玉清趴地 收了扇子 轻轻拍在了 江文文的额头上 然后 自顾自向前走去 江文文切了一声 跟了过去 从街上回到客栈 就看到一辆豪华的马车 停在客栈的门前 十分的眨眼 想忽略都不能 江文文伸着脖子看了看 很想知道 是什么人这么高调 就看到下来 一男一女 听说齐神医 就在这家客栈 不会错的 这一次 一定要将 齐神医请回去 唉 齐老这个人 脾气太怪了 怕是不容易啊 江文文和楚玉清对视了一眼 齐静已经化了身份 这两人还能找上门来 只能说明 他们几个人 身份暴露了 一男一女 直奔齐静的房间 听到敲门声 齐静推开门 啊 师父回来了 却是看到 面前的一对男女时 狠狠凝了眉头 齐神医 在下天耀三皇子 曾顾 这位是太师之女 唐师梦 我两个月内 不会出尘 话落 看到后面的江文文和楚玉清 忙推开两人走了过来 啊 师父 你们终于回来了 就等你们开饭了 直接无视了天耀的三皇子和太师之女 齐老 我在天香楼 备了一桌韭菜 请赏脸 天香楼 齐静咪了咪眸子笑了 师父 要去吗 天香楼啊 素有天下第一九楼之称 那里的凡才 可是天下一绝呀 江文文则看向了楚玉清 这位才是大爷 既然三皇子都亲自来了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见过镇南王 三皇子有礼了 原来是镇南王 是我眼中 王爷 我们之前见过的 你还记得吗 五年前的秦要边境 我还送了你一个护身符 让江文文有些恼火 这脸变得还真快 心下冷哼 这应该是楚玉清的烂桃花了 下一秒 江文文就抬手挽住了楚玉清的手臂 小脸贴了上去一脸的笑意 福军 你们认识吗 不认识 不过你徒儿认识 从头到尾都没有看一眼唐师梦 只当他是空气 师父 你想去吗 你如果不想去 我立即就推掉 齐老 听您的一说 还有谁能做你的师父 唐师梦是瞧不起江文文的 不要胡说八道 我师父就在这里呢 你们如何对我没关系 若是不敬我师父 就滚开 齐老 你怎么能这样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请您的 居然人家诚心诚意的来请 徒儿就赏个面子吧 江文文觉得这个唐师梦 应该是在家中被宠坏了 真的是不会看眼色形式 可江文文却喜欢给别人添赌 又意义硬了下来 好吧 坐进天香楼的包尖里 江文文也很是惊叹 这天香楼的确是让人大开眼界 齐老请 这边齐警却对着江文文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师父 请上座 让三皇子险些吐血 王爷请 让三皇子觉得自己被耍了 可又不敢发作 不由得多看了一眼江文文 王爷的腿 无碍了吗 是齐老一号的吧 齐老 果然是妙手为春 话陀在世啊 肥爷肥爷 这是我师父医治好的 本来老夫 以为这辈子 是看不到镇南王重回战场 重振雄风 可师父动动手 就让镇南王站了起来 听说镇南王恢复如初 你父皇 你很高兴的吧 读得残酷不想说话 齐老说笑了 王妃年纪轻轻 还是一见女龄 怎么会懂医术呢 我听说 王妃之前是在庄子上长大的 若是她艺术非凡 为什么自己脸上还有一条那么丑陋的疤痕 不过是道士欺明罢了 终于说出来了 心情都好了许多 不然她会被自己憋死 因为本王喜欢她脸上这条疤痕 楚玉清却淡淡地说了一句 眉眼间带了几分力气 她的王妃任何人都不能欺辱 唐世梦的脸色震青震白 一脸都不可思议 啊 镇南王就是如此有眼光 师父这道疤多么的别致啊 你们都是傻子吧 唐世梦本来就因为江文文是镇南王妃一事 看她不爽了 现在楚玉清和奇景如此说 她就更火了 师梦 闭嘴 三皇子 你不觉得镇南王妃这疤痕很丑吗 她身为神医 却连自己脸上的疤痕都去不掉 是什么道理 唐世梦就是心里酸 凭什么江文文这样的丑八怪 能嫁给战神王爷 这江文文根本就配不上镇南王 无知 曾顾坐在她的身旁 抬脚踢了她一下 唐大小姐 还是操心自己的事情吧 我又不是你娘 你管我脸上有什么 江文文不想惯着这位 毫不客气的说着 一边说着自己动手 吃着桌子上的美食 你 是吗 吃饭 三皇子曾顾也火了 她是喜欢她 可也受不了她的无脑啊 你们请我们吃饭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的托儿 随你们回天药皇朝吧 江文文见唐师梦吃憋 心情都好了 王妃真是冰雪聪明 一点就透 江文文的笑意更深了几分 不过你们的诚意 就是这一桌子饭吗 虽然不是 只要其身一一 肯出手一致父皇 条件随便开 江文文犹豫了一下 抬眸看向楚于清 后者坐在那里 正斯文的吃着东西 见江文文看过来 也看了她一眼 这段时间 楚于清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虽然对她的态度还是有些冷硬 可却处处都在维护她 老头 你有什么条件 师父 您来开吧 条件很紧的 说说你们这几天 在商周得到的消息就行 三皇子僵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江文文会提出这样的条件 不愿意就算了 王妃娘娘没有其他的条件吗 商周这边的情况是他们的砝码 关系着发言权 如果他们将自己的消息都给了楚于清 到时候发言权就是大秦的了 他当然不愿意 但是没有呢 想到再告诉也行 来了 先吃饭 接下来几个人都没怎么说话 一顿饭吃下来都各有各的心事 分开前江文文对着层固说了一句 若是想清楚了 就来客栈找我们 好 曾姑点了点头 倒是对江文文有几分好感 因为他没有故意为难他 马车里 楚于清看着江文文突然开口 不信 弄得江文文一头都误水 不解的看着楚于清 啊 王爷怎么了 发烧了吗 有些突然 而且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边说着 抬手去试探了一下楚于清的额头 楚于清抬手挡了一下 白了他一眼 他觉得有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真的装的是水 脾气都挺大 其实你的底线只是昨晚吧 没有池夏兰和苏婉在 他们就没有矛盾 也没有冲突了 奇景轻咳了一声 师父 老夫以为你的脑子除了在医术上有天赋 在其他事情上应该是被驴踢过 小师父也太迷了 自从在王府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楚于清明里暗里都是护着小师父的 只是做的并不明显 这一路到商周 楚于清根本就是明目张胆的护着江文文 险些把苏婉气疯 你被门夹过 江文文瞪着奇景 这老头竟然说他笨 太没天理 师父 我不和你吵嘴 我只是觉得吧 镇南王这一次表现得很不错 楚于清想到江文文那颗云木脑袋 他要是一直保持着之前的态度 只做不说 可能这辈子都整不明白 他是本王的王妃 本王的人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欺辱的 江文文瞇了瞇眸子 笑话了一下他的话 也有些意外 师父 你让他们说出商周这边的消息 也是为了王爷吧 我只是不知道有什么条件可开 又不想直接答应 所以就随便说了一个条件 嗯 其实师父也可以要些银子 最实在了 银子自然得要 条件一带开 不然多吃亏啊 楚于清已经不想看江文文了 他最近表现得不够好吗 他却还是这样防备着他 回到客栈 楚于清直接来到江文文的房间 伤口痛 之前还是好好的 怎么会痛呢 江文文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一边说话 一边就伸手扒了楚于清的外衫 静了手之后 拆开了绷带 伤口有心红 这是正常现象 怎么会痛呢 江文文看了一阵 指尖触过伤口上 皮肤组织完好 让他更懵了 那些微凉的指尖划过楚于清的伤口处 让他整个人的身体都绷紧了 那抹凉意 一下子就窜到了他的心底 很痛吗 很痛 这两天 你好好休息一下 先不要自处跑了 还有就是 遇到事情 让清澈心上 你别动手 这处伤口 我得再观察观察 然后 楚于清蹬鼻子上脸的问了一句 我今天 是不是住你这里 不然夜里疼起来 我还得来敲门的 这 江文文有些为难了 摇了摇头 算了 我怕我夜里会受情大发 被将你的腿好了 而且 你长得这么好看 会让人控制不住心神的 烛光下 楚于清的脸 蕴染了一圈光芒 如玉的皮肤 精致有形的五官 好到抱的身材 都让江文文无法抵御 所以 为了不让自己犯罪 他还是将人狠心的推了出去 楚于清的脸色 由轻转红 然后转黑 越来越黑 有事让青哲来找我 楚于清 砰的江文关上了 看着关上的房门 江文文有些莫名其妙 真是骄傲小气的男人 他这可是为他好 第二日 楚于清将睡梦中的江文文拖下床 今天去北街 哦对 我怎么忘记了 江文文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 不过 还是问了一句 哎 昨天夜里 你的伤口没再疼吧 他还是一个称职的医生的 楚于清眉眼间闪过一抹笑意 很快消失 然后点了点头 痛了好几次 都忍过来了 这不科学啊 一边抬手 摸上了楚于清的额头 也没有高伤啊 他都要怀疑自己的医术了 随后去找了齐景 你来看看 王爷这伤口是怎么回事 齐景耗了脉 又查看了一番 摇了摇头 啊 不碍了呀 可他一直在痛 江文文宁眉 还是不对 我们去北街 你去吗 啊 北街很好玩 当然要去 去去去 不过到了北街之后 齐景直接去了毒房 楚于清则与江文文 一同去了几处的酒庄 又在街上转了几圈 没有什么新发现 刚从一处摊子前走过 就看到齐景被一群人围了 不交出银子 今天就别想离开 要么就留下一条手臂 一只眼珠子也行 楚于清凝了眉头 眉眼间闪过一抹利色 不要动 你的伤口不宜和人动手 忍一忍 我没事 听话 我是医生 齐景应该是输了很多的 把你的银子给我 楚于清顺手将钱袋子交给了江文文 应该不够 江文文从中拿出一定银子 剩下的交还给了楚于清 走 大步走到了齐景的面前 你输了多少 鱼泥和肝 齐景却不停地给他使眼色 他这一次可是舒惨了 江文文白了他一眼 然后看向周围齐景的壮汉 几位他欠你们多少银子 一百万两白银 这老东西还吹牛 说他从来没输过 要玩大 楚于清的眉头狠狠地凝在一处 若是他军容之人敢试赌 他一定直接砍了 一百万两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数字啊 知道了 我和你们赌 然后指着楚于清 看到他了吧 他大秦的战神王爷 楚于清 我要是输了 他就取银子过来 连我这个徒儿的也一并归还 齐景怕连累江文文还要说什么 江文文却冷声地说道 闭嘴 否则诛你出师门 果然 齐景直接闭嘴了 这下几个人也都信了 下毒房 站到堵桌前 江文文将一阵银子 啪地放在桌子前 拿 我坐桌 压大 一手拿过头中摇起来 那样子真的是豪气冲云天 直接带起了节奏 楚于清明眉 看着江文文有些正冷 此时的江文文干脸 利落 又美又散 接下来的时间 就看到江文文面前的银子 一点点的堆了起来 不多时 小丝就将老板抢了出来 这样下去 毒房就亏大了 急得都想杀人了 可这里不能明知杀人呢 小姑娘 老板身形高大 十分粗壮 一双剑眉很粗壮 声音有些暗哑 大度走了过来 剩下打量起江文文 江文文手里握着头中 看了他一眼 何小师 我来跟你读 好啊 他猜到对方的身份 他今天不想闹事 只是想替奇景 迎回银子 楚于清 不动声色的往前 站了一步 几乎贴到了江文文的身上 我做庄 老板自然也注意到了 楚于清 却没在意 买大 头中发出一阵的响动 啪的放了下来 打开 全是六点 赌坊老板始终盯着江文文的动作 没有看出一点的破绽 接下来的几轮 都是江文文做庄 而且战绩傲人 赌坊的伙计也都一脸的不可思议 没想到老板出马一样镇不住 等到江文文放下头钟的时候 赌坊的老板突然将手按在了桌子上 这个动作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江文文却狠狠凝了一下眉头 她知道面前的人不简单 能在商周这种地界开赌坊 定是有些手段的 下一秒 楚于清抬手搂住了江文文的腰身 整个人贴在了她的背后 十分的暧昧 让江文文一僵 楚于清顺势握住了她的手肘 眉眼间戴着冷意 凉凉的看向对面赌坊的老板 娘子 是不是累了 为夫扶着你 楚于清的声音很有些雌性 不高不低 听得江文文心神一道 这楚于清竟然看出了对方的小动作 周围的人更是一阵的唏嘘 他们没想到 楚于清这样清秀俊逸的美男子 会是江文文的夫君 多谢献哥 玩了这么久 的确是累了 楚于清的身形高大 此时江文文整个人都拥进了怀里 半抱着 然后迅速打开了头钟 众人都一阵的惊呼 他们没想到 老板亲自出马 没能改变局势 伙计们 来收收这些银子 够不够我那败家徒儿还赌债 顺手推开了楚于清 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江文文顺手就敲了一下身旁的奇景 以后再敢躲 不要喊我师父 楚于清感觉怀里的手掌都是空的 心也有些空了 大哥 伙计走到老板面前 看着老板脸上军烈的表情 几个伙计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独房老板正的正脸色 没有说话 绕过桌子 走到江文文面前 姑娘是哪里人呢 楚于清已经先他一步 站到了江文文身侧 怎么 怕人追杀我 以江文文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自然不会退让 那倒不必 你怕是回不去了 独房老板挥了挥手 周围的人立即被清了出去 前后门全部关闭 怎么 你们想被团灭 江文文魂不在意 一脸的笑意 顺时拉过椅子坐了下来 下一秒 大厅里爆出一阵的大笑声 下一秒 说话的大汉一声惨叫 挖得吐出一口血来 什么人 赶紧打你 师父 你这赌术 是 你什么学的呀 可以传授给我吗 换来江文文一个白眼 岂竟不敢说话 你们刚刚谁动的手 站出来 把手砍了 还能留下性命 嘿啊 我好害怕呀 既然没人承认 就留你的一只手吧 我不愿意 我没再问你的意见 敢调我银沟赌方 就要付出代价 这上周城 有赌方128家 以银沟赌方为大 十三年前 银沟赌方刚刚建成之时 老板说 谁能调了银沟赌方 谁就是他的主子 这话说的 就像放屁一样 小娘们 着此 闭嘴 厨玉清却冷冷地 看向说话的伙计 直接都尽了声 不敢说话了 案上 赌方老板陈胜问了一句 你跟谁学的赌书 自学成才 银沟赌方的确有规矩 不过 只要你们都死在这里 谁又能知道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以为这银沟赌方的老板 是赌计在先 才会在商中有这样的地位 原来只是用这样 下三滥的手段 是让人不耻 这些年 敢问无人能赢过老板 谁知道你们是用了什么手段 嗯 我对自己的赌计 还是很自信的 至于你们用了什么手段 我是知道的 好了 别跟他们废话 动手 赌访老板的话一落 手中的刀 就砍向了江文文 楚玉清身形一晃 已经站到了江文文面前 抬起脚 踢向了赌访老板 不料 他这一脚踢出去 高大的赌访老板 却如皮球一样的摔了出去 楚玉清踢出一脚 用手打了赶一脚 自顾自的 坐到了江文文身侧 娘子 你说该怎么处理这些人呢 这个嘛 送瓜 我们捞不到什么好处 弄死还脏了手 这样吧 问问他 我做他的老板 有意见呗 要是有 就弄死吧 赌访老板 挣扎了半天 都没能爬起来 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是你老板呀 赌访老板的面色 震清震白 对于有本事的人 他还是很佩服的 可把这店拱手让人 还是有些不甘心 一旦银沟赌访被挑的事 传出去 他在这商周 怕也不会有 从前的地位了 想清楚 是命重要 还是你这老板的身份重要 赌访老板 看了看江文问 又看了看楚于清 我是否会出面 做你们的老板 是你的荣幸 别不知好歹 你们连身份都不敢说出来 这赌访怎么敢交到 你们的手上 我觉得 您应该不想知道 我们是什么人 江文问知道 对方开始妥协了 赌访老板想站起来 却没有力气 还是服软了 姓姑娘高抬贵手 樊毛愿意将赌方双手奉上 江文问这才站起身来 缓步走到了 赌访老板的身前 半蹲下来 挑了挑眉头 好 交出来 什么 契约呀 空口无凭 樊毛 一诺千金 我只相信白纸黑字 如果承诺有用 房屋填地 还有地气填气做什么 官服神发人 还要签字画押有什么用 一时间 樊老板被赌得哑口无言 好 夸出契约 我现在动不了 想来小娘子 没有办法 她已经猜到自己中招了 嗯 这个办法 还是可以有的 一边抬手 在樊老板的手肘处 取下一根银针 下一秒 樊老板得了自由的手 猛地掐向了江文文的脖子 找死 真是不乖 你说 我要是费了你的这双手 是不是这伤周地界上 就少了一个赌神呢 娘子 就算快是死人了 也要注意男女大方吗 江文文白了他一眼 这丝莫不是白痴吧 这是搞不懂侧重点吗 不过他现在没时间与楚玉庆计较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这毒法他要定了 不能怪他贪心 吃的运气好 歪打正着 今天碰到江文文 是反动倒霉 听到老大如此说 立刻就去着手处理了 拿到了转让契约 江文文才将反动手臂上的银针取了下来 当时反动的两条手臂就能动了 他颤抖着手 想要拔掉两条腿上的银针 你可想好呢 这针除了我 任何人拔下来 你都得终身残废 不过坐在椅子上 也不影响你的赌气 反动颤抖的收回手 没敢再动作 来两个人 把他抬到马车里 去一趟三停丝 到那里 搁了伤中虫的官业 我就是你们的老板了 这些流程他还是一清二楚的